地底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十六集 在缅甸的深山丛林中 缅甸乌蟒和毒蛇 皆属十分常见的生物 但这条藏在树冠浓郁里的乌蟒 竟能在张口吞吐之际 就能将体壮飙肥的钻山甲吸上半空 只看得司马辉和罗大海两人心寒古力养 但为之多 奈何手中没有枪系 猎刀又挤不得远 无从相救 眼睁睁地看着那条乌蟒 张口吸住了钻山甲 就是探手下来 将其胡论个的吞入腹中 蟒身顿时隆起了一个人形 钻山甲虽然夸着把冲锋枪 但是突然预袭毫无防备 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一股腥风卷住 又倒是立从地起 钻山甲的双脚离了地面 凌空 须身 头上脚下 毫无挣扎反抗的余地 立刻被活生生吸入莽腹 这钻山甲 是常做亡命勾当的盗墓贼 神剧惊人一眼 手段当真了得 他被巨蟒一口吞下 只觉得恶心冲脑 周身上下好似掉进了汤锅 如受火捉难以忍耐 幸得钻山甲神志未乱 心地尚且清醒 他仗着胳膊比较短 局促间还能施展 奋力地拽出随身携带的鸭嘴朔 用锋利无比的朔刃 向山下狠狠地划去 那鸭嘴朔历任所过之处 如众败割 拼命再割下去 竟给那乌莽从里到外开了个堂子 那条缅甸巨马 吞人吞得太狠 初时还未发掘自己 覆穿长烂 直到钻山甲从他的腹底 割出了十几米长的一条窝口 才是大事不好 盘在老树上垂死挣扎翻滚 这些情形全部发生在转瞬之间 还不等司马会和罗大海回过神来 钻山甲就像个血葫芦似的 从头到脚裹满了粘液 河身从那条被开膛破肚的乌莽腹中掉落下来 而人间标肥体见的钻山甲从半空坠下 都同时惊呼一声 想伸手去接又哪里接得住 那一百七八十斤的大活人 加上下士的坠头 那就跟投下了一枚炸弹似的 钻山甲倒撞在他们身上 立刻砸了个人羊马帆 滚坐一堆摔倒在地 而那条缠绕在树根上的巨蟒 也因破腹血尽而亡 尸体从高处滑路 司马会就地一滚 躲开了司马 再看钻山甲 发现他摔下来是 着实跌得不轻啊 而且那乌莽腹中分泌的消化液极浓 此人虽然身体肥壮 又是脱身迅速 但周身披露多以腐溃 脸上的五官都不全了 罗大海对刚才钻山甲 从里面给乌莽开了个堂子的手段 很是佩服 见他这副模样 也顾不上自身疼痛 忙将其扶起来 关切地问道 钻雅 你平安无事吧 司马会查看钻山甲的伤势 一手负其灭 竟然软如烂瓜 毛发尽脱 鼻子也随手而落 便摇头道 都成这副德行了 能平安无事吗 他想尽快招呼 后边的人跟上了 倘若让阿翠立刻施救 说不定还能给钻山甲 保条姓名 于是立刻亮起了一枚信号竹 向高空抬手抛去 谁知那暗红色的烟火一亮 顿时将附近的丛林照了个通名 就见周围的树窟和岩洞内 沉起如雾 正有无数条目似闪电 口吐骑蛇的缅甸芒 皆是粗如两斗之米 其尝不知几何 纷纷从蟒穴中游出 脚桥 弹曲 悬绕 下行 司马会和洞大海二人心中叫苦不迭 刚刚亲眼看到被乌蟒吞下的钻山甲 是怎样一声惨壮 哪里还敢停留 脑中没有丝毫犹豫 只发出了一声喊 扭头就向回头 而那数十条缅甸蟒 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虽然深谷丛林中植物繁密 地形复杂 使得莽室烧尸 可是人在其中 同样也是跑不快 司马会和洞大海狂奔出去百石部 慌乱中也来不及仔细看路 见到能容身的地方 就没命地逃过去 身上的衣服也不知被刮开了多少口子 移动的速度也被迫减慢了下来 只听得身后巨猛来势如风 撞得树干和泥土纷纷作响 距离被拉得越来越近 司马会眼见难以逃脱 只好同罗大海停下身 个子握紧了手中的猎刀 背后倚住了一棵老树 准备以命相搏 而恰在这命悬一线之时 突然从身后 呼啸着两道火蛇 一波接一波的熊熊烈火 犹如所向披靡的魔神 肆意施展着他的猙獰与狂暴 火焰所到之处 连空气和泥土都被点着了 灼热的气流使人为之窒息 司马会定睛一看 原来是跟在后面的玉飞燕等人 在看到信号棒发出的光亮后 迅速的赶来接用 带到发掘前方有乌蟒出没 并用携带的火焰喷射器 示意攻击 缅甸蟒虽然皮糙肉厚 但哪里抵挡得住烈焰焚烧 不是被当场烧成焦炭 便是逃窜的乌影无踪了 玉飞燕发现在前面探路的三人 少了一个 知道必是遭遇了不测 他顾不上多问 立刻打声胡哨 招呼手下一众武装人员 以火焰喷射器开路 散成扇形 在山谷中向前前进 没多久 便找到了横尸就地的钻山甲 众人见钻山甲死壮之惨 又听司马会和罗大海 说清了情友 都不觉得不寒而栗 玉飞燕心想 这次可是僵尸也多大了 凭空陪上了一枚兄弟 他带着手下众人 在钻山甲的尸体前拜了一拜 千言安心上路 家中老小都有大伙 替你照看着 咱们回去之后 当在金菩提寺 设下长生牌位 你如能泉下有之 可使一缕英魂 到那里领受香火 随后 命人割下了钻山甲的头发 带回了狩猎 就地焚化了尸体 挖坑掩埋了灰地 玉飞燕称钻山甲为权影 其实钻山甲并不姓权 只不过盗墓的惠子里面 行规忌讳很多 基本上和陆林道上相似 按关东道上的规矩 在各个惠门道中 最忌讳在人名中提24689 可以称三个五个 但不能说二个四个 钻山甲排在第四 所以要以权字替代 这里面的事 要是戏咎可就代身了 倘若讲的简单浅显些 大致是因为三教九流 千门万道 皆遵官帝 而官省排名第二 自然没人敢与官二爷相提并论 而北宋年间 杨四郎投敌降聊 隋唐时老六 罗成 吞咒背试 都是反面典型 所以虚设其位 警示后人 又比如江湖上要遵循 三谈三不谈 三漏三不漏 三谈是指陆林盗贼的构道 与通道中人能谈 在湘唐上能谈 在道德的贼赃出手时能谈 三不谈 是大庭广众之下不谈 喝酒取乐时不谈 庙堂中不谈 也就是同着官面上的人 不能随便说 三漏是说 遇灾难漏 遇集市漏 遇盗贼漏 三不漏 则是道路人不漏 自己人不漏 遇仇人不漏 自己人不漏是说 上不告诉爹娘 下不告诉子女 家族里的船备则不算在内 毕竟官家借盗 这些规矩和禁忌 无非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 保守行业内的秘密 另外也有趋吉避凶之一 山林队老少团这类的盗墓团伙 更是对这些旧石的规矩 是净若神秘 等处理完了钻山甲的尸体 见天色更加阴沉 在热带风团浮屠逐渐逼近的威胁下 众人不敢多加耽搁 又继续动身 向山谷深处前进 因为时间紧迫 如果再想走回头路 只能被狂风暴雨带来的 山洪和泥石流吞没 所以玉飞燕 没有再派人到前面探路 而是全火结队 在密林之中行进 这时 山谷深渐中的岔路渐多 绵延起伏的山脉 都被原始丛林覆盖 由于各种大型植物 几乎侵略性的生长 使山体地层中开裂的缝隙极多 形成的沟壑纵横交错 错落分布的犹如蜘蛛网一般 内部同样生满了 大量的慢生和弃生植物 再加上大小不一的溶洞 构成了一个多重的绿色迷宫 脆弱的山体时常塌方 即便手中持有详细的地图 走到深处 也很容易使人迷路 如此行进了一阵 见不是理会处 将士爷便让众人停下 他声称再这么走下去 恐怕要走麻达了 应当排开先天宿长 钟八卦 确认探险队行进的方向 是否准确 玉飞燕等人知道 他是经验老道 有一套相行夺势的高明手段 自然幸福 江士爷当即取出一副铜牌 在折扇上倒扣着排开 又依次翻转 他两眼盯着排面 口中念念有词 丑不难行 友不东 求财盗墓 一场空 隐尘往西 主大凶 关中遇鬼 邪害在 害子北方打失散 隔山隔水 不成行 以莫东北避不通 三山挡路有灾星 武身修进西南路 坟前下马 一场空 逢须莫向地中行 撞见妖邪把命丢 卯上西北有祸央 鸡犬作怪 势难成 江士爷算罢 又用罗盘加以参照 看准了一条身鹤 急匆匆的向内就走 玉飞燕联盟带人紧跟在后 而司马辉却心中起义 他倒不怀疑盗墓贼那套 推演风水地理的方术 可不知为什么 隐隐觉得江士爷 活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 反常气息 不知会将众人 引到什么地方 众人跟着江士爷 在丛林中七拐八招 走了许久 有个缅甸人发现在 一片黑绿色的积水中 露出了一条死人胳膊 那缅甸人 大概是战场上的老油条 他见死尸 势必要搜刮一番 想看看尸身上 有没有手表一类的 值钱东西 于是走上前用力去拽 从水中拖出了一具 湿淋淋的死尸 那尸体俯身向下 翻过来之后 露出了黑乎乎的一张脸孔 在探照灯的光束下 可以看到整张脸的皮肉 完全枯萎塌陷 呈现乌黑的深酱色 形同一具 在沙漠中脱水而亡的干尸 而且嘴巴大张 眼窝深陷 物资保持着临死前痛苦的灭容 周身衣物都已经硝烂散尽 不知死了多少年月 也判断不出来身份来历 这时 其余的人 也陆续跟着僵尸爷停下脚步 司马会看到周围 有许多被火焰喷射器 烧灼过的乌黑痕迹 心中更是疑惑 怎么姓姜的这老土贼 拿着把破扇子 布扇屁股扇脸蛋 又把大伙引回来了 莽穴附近 他偷眼观望 就见僵尸爷面如白纸 神色恍惚 眼中枯黄如辣 脸型也比先前 明显瘦了许多 在旁冷眼这么一看 觉得此人竟与水中那具干尸 有几分相似 都和从枉死城里 爬出来的恶鬼一样 山林队老少团中三当家的 海东青眼光敏锐 他也觉察到 这条路是绕回原点了 又看僵尸爷显得不太对劲 就上前问道 师爷 你怎么 却听僵尸爷嘴里 急急咕咕似是有声 海东青听不清 他在说些什么 还以为是事关机密 便把耳朵凑过去细听 又问 什么 你说些 你说清楚 司马会预感到 将要有事情发生 他想要拦住海东青 可是还是持了板步 海东青一句话 说不到一半 就见僵尸爷的嘴部 突然向上下左右 分别裂开 司马会知道 清代有种暗器 叫做雪笛子 那是个带长锁的 空心金属球 大小与人的头颅近似 内藏着 萧气利刃 和化骨髓 使用的刺客 躲在房梁上 见到下面有人经过 就对准那人的头颅 抛下雪笛子 雪笛子触到人头 便会立刻划成树瓣 向下散开 将头颅团团裹住 刺客再斗手 向上一提锁子 雪笛子就会割下人头 地上空生一具 无头驱赶处理 而雪笛子里的手脊 也早被化骨髓 消解掉 仅余下一滴鲜血 故此得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